那我們說今天英國的脫歐 其實是什麼 和這個 尤吉爾的思維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們歐洲這邊你們組成一個國家 那我英國不參加 但是老師之前不是有提到過嗎 之前 你英國的確是有一個什麼 海外的大英國協在支撐你 跟當時你面對的產勝 或者是慘敗的德國 還有其他產勝的歐洲國家的什麼 這個歐洲大陸比起來呢 那當然歐洲大陸那時候 對英國的確是沒有吸引力 對不對 那但是今天的情況不一樣 那但是同學注意看 你今天的確情況不一樣 是因為我們之前提到過 大英國協本身 舉例來講老師之前不是有提到過嗎 澳洲 紐西蘭 同學注意看 已經好幾次全國大選的時候呢 大家都有提出來說 誒 那我們是不是全國大選的時候 同時辦公投 公投什麼呢 就一個題目 脫離大英國協 那當然已經較量好幾次 這個公投都還沒辦成 但是這個呼聲 大家已經看到了 老百姓的呼聲已經看到了 所以對於英國來講 也是蠻大的威脅 但是呢 同學注意看 因為我們今天講歐盟 歐盟這個機構呢 同學注意到 歐盟這個機構 然後同學注意看 既然有元首會議 還有我們之前說的 公投他的什麼 憲法草案 就沒過 這表示什麼 已經很積極的是 要往一個國家的方向來走了 是有具體行動的 因為之前建構議會 大家會覺得 反義民意很好 不管什麼樣的情況 反義民意總是好事嘛 對不對 那然後立法司法 什麼這些通通都來了以後 那接下來 的確一個國家的雛形 是不是就已經看到了 對不對 所以同學注意看 這個英國脫歐 剛才講的因素 以前講的因素 但是什麼 老師建議大家注意 英國的脫歐 還有歐洲很多國家的民粹 同學聽清楚了 民粹跟民主主義的不同 是在什麼地方呢 總是要有不同吧 因為最近老在講什麼民粹 全世界都有民粹對不對 那民粹和什麼 民粹和民主主義是不一樣的喔 吳勇志 王在玄 許子涵 請說你覺得民粹和民主主義不同在哪裡 對 非常好啊 其實大家注意看 就是很 就是這兩個核心概念 民粹就是反什麼 自己國家現階段的領導階層 反正你做什麼決定 我都什麼啊 跟你唱反調 老師之前不是有提到過嗎 其實有些政府做的決定是對的 但是現在民粹的情況就是什麼 你管你做的對不對 我都跟你唱反調 那當然 這有它的一個背景因素 請先注意看 別的地方我們不講 別的地方的民粹的原因我們不講 其實歐盟最近英國脫歐 還有很多會員國在歐債危機之後 我們看不僅是 就這個歐債危機 歐盟的政策其實有些不是錯誤的 但是為什麼大家都反彈 其實根深蒂固有一個 內心的一個不確定性就是什麼 歐盟陸陸續續的什麼 你們看到沒有 從這個組織結構就已經看出來 它真的是往單一國家方向邁進 那問題 我這個不確定的局面來講 我這個義大利 在真正變成歐洲合眾國了以後 我義大利可能就變成你下面的一個省了 對不對 那德國也是變成下面一個省了 法國也一樣啊 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都變成下面一個省了 歐洲合眾國裡面的羅馬尼亞省 那你就是保加利亞省 對不對 那這之後 這個不確定性 那我變成省了以後 我的權利是不是減少啊 對不對 很難說我變成省了以後 跟以前一個國家比起來 我的權利變大 應該不至於吧 的確是變少嘛 你的權利陸陸續續交到什麼 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啦 對不對 那我作為一個 舉例來講 我是一個羅馬尼亞人 那我覺得我以後對歐盟的影響力是增加還是減少 那更是減少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內心的焦慮還有不確定性 使得我對我自己國家的領導階層做任何決策什麼 我都不放心 管女是好是壞 我都不放心 對不對 那甚至我們說 之前也有分析給大家聽啊 這個難民政策 德國的梅克爾為什麼一開始打開雙手 歡迎全來 我德國我都收 我們分析很多因素 我們說梅克爾這個決定 其實是對德國是有利的嘛 對不對 你用少數話你都快沒人了 對不對 那但是德國人就是反對啊 我管你以後有沒有人 我現在就是不願意讓他們進來 看到沒有 那其實什麼 除了之前講的因素之外 今天講的這個呢 這歐盟的機構呢 組織結構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 他的確是要往單一國家方向走 我們以前講 因為歐盟歷史上 他沒有出現一個秦始皇啊 對不對 所以現在透過這種制度的建立 還有經貿手段 來往單一國家方向發展 所以注意看 那當然這個元首會議 在他的憲法草案裡面 其實本來就叫總統 是要選出單一總統的 但是因為公投 在荷蘭還有法國沒過嘛 所以就暫緩了一下 改成什麼 李斯本條約 大家做出來的妥協 名字叫元首會議 也就是說還是由所有會員國家的領導人 來做決策 所以同學注意看 但是大家輪流當元首會議的主席喔 所以同學注意到這個區隔 但是同學注意看 他決定什麼 歐盟的大政方針 歐盟的重要決策都是他來做 然後其他就是負責執行啊 好 那當然 歐盟的貨幣政策 大家可以說 那歸歐盟的中央銀行啊 但是中央銀行的確 依據市場形勢 獨立來做決策啊 好 那我們再講這個法院 之前也有提到過 他的特色啊 就是什麼 單一個人可以作為訴訟的主體 各位朋友注意看 全世界的國際法院 不管他叫什麼名字 海牙的國際法庭 那當然非常有名 他處理的就是什麼 國家 或者是司法 公法是處理國家 司法就是企業 某一個企業 我告另外一個企業 他侵害我的商標權啊 那這個也可以告 那但是沒有個人 個人不作為訴訟的主體 但是為這個什麼 例外 那歐債危機之後呢 那當然朋友注意看 個人可以作為訴訟主體 也並不是表示 你隨隨便面的都可以去告誰 你還是要先什麼 用盡自己國家一切的司法手段 你的國家是三級三省 你都闖完了這個三級三省呢 你還是辦 你覺得國家對於你還是進行侵權行為 你在你自己國內呢 真的沒辦法什麼 取得公平正義的對待 所以再給你一個管道 去歐洲法院 那但是 同學注意 你沒有用盡一切管道的話 他也是不受理的 那這個地方呢 是二級二省 第一省呢 當然就是法院判決 那第二省 你第一省什麼 你還是不服 對不對 那第一省呢 法官法院會去調查 相關的情勢 你到底是不是委屈啦 他會去找證據嘛 對不對 那你還是不服 那到第二省 同學注意看 第二省的法官他不再去找什麼 他都也不出門了 他只看什麼 他只看第一省的法官 判決你所採用的法條 對還是不對 因為法官面對這麼一大堆法條 他有的時候難免也會出錯嘛 對不對 那他可能用了錯誤的法條 那造成你的確什麼 你的冤屈沒法真章 所以第二省法院 同學切記 他不再法官不再出去調查 這個調查那個了 他只看第一省的法官 審判你用了這個法條 有沒有錯誤 只做這件事 好 那今天還來我們再來看 那歐債維京之後呢 我們之前不是有提到過 如果希臘呀 過的是什麼 希臘呀 義大利呀 這些歐租 他們什麼 大量的舉債 因為預算的編列 編列的太浪費 太寬鬆 那那錢怎麼辦 因為我們說政府 絕對是沒有錢的 政府是靠大家繳稅嘛 對不對 那你們又不願意繳稅 還要我做一大堆社會福利 那我不答應你們呢 那我選又選不上 所以怎麼辦 我當然只好答應啊 那答應完了以後怎麼辦呢 錢不夠 國內舉債 國外舉債 來還錢 對不對 那這些歐債危機之所以爆發 就是國內外所有的銀行都已經不見你了 已經動得很得了 但是同學要注意一件事喔 全世界最大的債務國 是哪一國 那當然 同學可以說 舉債有的時候多 有的時候少 有的時候人家緩了 對不對 許子涵 高騰 康喬儒 機會讓給你啦 全世界你覺得債務最多的 或者是排前一二年的債務喔 誰 冰島啊 老師聽錯了嗎 是冰島 你是講冰島 你是講冰島 你講冰島對不對 嗯 那你太小看這個債務規模了 對 是美國 他呢 他也不還錢 他再多到一定什麼 雖然他的壓力很大 但是什麼 大家不敢讓他倒 好 謝一如 你覺得為什麼不敢讓他倒啊 那這個債多 那我們也都去舉債好了 那為什麼希臘大家不借啦 啊 那誰 因為他的智力啊 智力 哦 好好 那這個你講的這個是對的 但是不夠具體 哦 他的勢力大 是因為什麼 可能要注意看 就是什麼 七零年代的什麼 建構的 普列斯登什麼 這個美元 作為一個國家外匯儲備的 這個什麼 制度的設計 雖然在七零年代已經取消了 但是什麼 太多國家的外匯儲備 都是用美金 所以大家不敢讓他垮 因為他垮自己也垮了 看到沒有 全世界甚至以前的共黨國家 什麼都一樣 大家儲備了太多美金嘛 對不對 如果說他垮了 那怎麼辦啊 所以變成說他欠你那麼多錢 你還不敢全要回來 因為他沒有啊 對不對 所以現在其實是在一定程度上 不是再多不愁 而是呈現一個恐怖平衡的一個狀況 那希臘呀 希臘、意大利呀 這些歐租沒有這個實力呀 對不對 那你就垮了 你就垮了吧 對不對 甚至最近大家不老在講說 哦 那意大利是不是公投憲法修改 不過大家都要脫歐啦 不會的 同學注意看 他脫歐他馬上垮了吧 對不對 因為他憲基本上也是 因為歐盟 同學說你看 歐洲法庭就是什麼 你這些他的職能為什麼增加 就是什麼 歐債危機之後呢 那歐盟去救你 給了你一大堆錢 那大家還是怕什麼 你胡搞亂搞啊 對不對 又怕你給糟蹋光啊 把借給你的錢 又胡搞瞎搞搞光啊 然後問題還是沒解決啊 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要有個監督的機構 來監督你嘛 你不要又隨便拿他錢啊 對不對 那這個監督機構裡面呢 存貨幣方面 財政編列預算方面呢 歐洲中央銀行 那當然歐洲執委會 還有什麼 歐洲法院 也就是說你 欸 你編預算的時候呢 歐洲銀行還有什麼 歐洲中央銀行 還有什麼 歐洲執委會啊 大家先來看看 你編的合不合理 那這個歐洲法院呢 就負責什麼 你在執行的過程中 你有沒有亂搞 因為我們知道 你之前編列的時候 你沒有胡編 但是真的把錢給你的時候 你還是亂花一通的話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什麼 歐洲法院就進來了 糾局你啊 對不對 因為同學注意看啊 我們之前不是有提到過嗎 歐盟其實很有錢啊 同學注意啊 雖然這些歐洲有幾隻豬在那裡出事 對不對 但是歐盟基本上 我們不是說他抽稅嗎 你買任何一個東西 同學注意看你在歐盟裡面 任何一個東西 你看你的收據上面是什麼 兩個稅喔 一個稅是你自己國家 本來的什麼 那個老闆的 要交的營利事業是無稅嘛 對不對 那另一個就是什麼 歐盟加持稅啊 所以歐盟一直在抽稅啊 所以歐盟的錢很多的啊 那當然你我作為觀光客 老師上課不是有提到過嗎 我們去歐盟買任何東西 你都要記得跟他講你要退稅喔 因為大家出國總是會買一點東西嘛 不管是回來要送人 或者是自己要用的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什麼 要求退稅 因為你不是歐盟的公民嘛 所以你要拿那個單據 到機場 他有專門一個地方 給你什麼 退稅 把那個 你繳的那個什麼 加值稅 所得稅當然 營利事業所得稅當然還你 是加值稅那一部分啦 還給你 所以歐盟實質上是非常有錢的 所以這些國家 他不可能退出歐盟的嘛 沒有歐盟的援助或補貼 他已經活不下去啦 對不對 那舉例來講 那也有人說 那這個義大利會不會退出歐元區 那再用他的里拉 那他那個里拉拿來給我們這間教室當避子 大家都要抗議啦 太不值錢了 一謝千里啊 看到沒有 甚至希臘那時候歐債危機 有人就說你要解決你的問題的話 有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你退出歐元區 用原來的希臘的Dragma 他原來的貨幣叫Dragma 但到現在什麼 哪敢退出來啊 你用你的Dragma 你的Dragma 就變成弟子 人家都嫌難看 都不要用 看到沒有 沒有價值啊 對不對 所以那歐洲法院呢 首先注意看啊 他的這個職權呢 就是在歐債危機之後擴大了 要不然他怎麼去管別國什麼 因為老師上個禮拜不是有提到嗎 任何一個法院 全世界任何的法院都一樣 它的基本原則是不告不理 沒有人來告 他是不動 不作為的 我就坐那邊不動 一定要有人來告 或有企業 或有國家來告 他才啟動嘛 對不對 所以法院都是不告不理 那但是呢 因為這個歐債危機的出現 所以歐洲法院呢 他的職權擴大 所以在財政預算 財政執行過程中呢 他可以什麼 主動簽進去說 你怎麼胡搞瞎搞啊 要調整囉 所以他這個職權就擴大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注意到這個情況 好 講到這裡有沒有什麼不清楚的啊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喔 那除了最高的這個元首級的 然後法院這方面的 那另外呢 平常我們說喔 這歐盟理事會 也有稱為部長理事會 為什麼說部長理事會呢 舉例來講 因為你既然要往一個單一國家方向走的話 因為每個國家要處理的問題 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什麼一大堆 對不對 很多種啊 對不對 那所以呢 這個部長理事會呢 大家注意看喔 就依學剛才元首會議 做出來的大原則 來什麼 執行相關的決策 或者是制定更具體的政策和大原則 舉例來講 跟各位有關的 教育部長 28個國家的教育部長開會 28個國家的什麼 經濟部長 財政部長 這些開會 這個就叫部長會議 那老師是不是之前提到過 跟同學有關的 除了講學金之外 同學要注意 歐盟的什麼 323的學制 影響不僅歐盟 甚至全世界 那這個323是指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冷戰結束以後 在全球化的時代 隨著網路科技 然後種種科技的重大突破 其實是什麼 我們是不是說 歐盟這個地方 德國就提出來工業4.0 對不對 在座有學理工的一定知道 工業4.0意味著什麼 科技方面更高層次的 要創新要突破 對不對 但是大家注意看喔 你一旦有創新 因為我們之前講 創新很難啊 對不對 但是一旦突破了以後 什麼 所有的都跟著調整啊 甚至你我的行為都改變了啊 對不對 別的不說好了 手機一出現以後 大家全變成低頭足 對不對 沒有手機之前 誰一天到晚低個頭啊 朋友有沒有注意到 是不是連人的行為 到最後都改變了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歐盟跟同學們相關 甚至是什麼 突破性的改變 就是學制 因為他發覺什麼 高科技突破以後 學校裡面原來教的那些東西 有相當一部分 聽清楚喔 有相當一部分 地區被淘汰 因為已經沒法用啦 落伍啦 對不對 所以把同學們 綁在學校那麼久 是浪費教育資源 看到沒有 浪費教育資源 再擴大一點 就是浪費納稅義務人 繳的什麼 稅金啊 看到沒有 所以什麼 三二三是指什麼 大學念三年 研究所念兩年 國班念三年 加起來是多少年 八年呢 高中畢業之後八年 拿到博士學位 那當然你可以不念 博士學位 你也可以不念碩士學位 對不對 但是只要你念就是八年 不要再 不要再囉嗦 看到沒有 大學念三年 那同學有沒有注意到 歐盟這個突破性的做法 我們台灣有沒有受到影響 你現在幾年級 三年級 好 你搜搜看 五年學說 五年學說 對非常好 同學看到沒有 我們不敢跟得像歐盟 這樣子馬上做這麼大的調整 那這樣子 不僅學校 甚至你們的父母也無法適應 所以什麼 就是剛剛這個同學講得很好 你說叫什麼 五年學說 非常好 五年 剛好對走歐盟 三加二 只是我們是四加一嗎 還是五嗎 對不對 那現在是不是有這個趨勢 變成什麼 三加一 只是我們現在還不敢公開的 什麼 敲落打鼓的推動 懂了是個意思嗎 那 就是說 因為科技的突破 衝得太快 因為當然 做研究沒有突破的時候 那真的是很壓抑很欲足啊 對不對 但是一旦突破了以後 他不得了的往前衝啊 對不對 所以歐盟的教育部長會議 幫助做出三二三四的時候呢 歐盟地區的老師學生都走上街頭抗爭了 這也重創老師的教育機會啊 工作機會啊 對不對 那也重創什麼 在做學理工的你的研究經費 有些他覺得你這一行已經沒有什麼前途了 就給你看啊 看到沒有 在做學理工的一定知道嗎 你研究某些項目 你覺得很重要 但是你怎麼申請科技部的計畫 你就申請不到啊 因為他覺得這已經不重要啊 董老師的意思吧 這個鋪天蓋地的改變喔 這就是什麼 歐盟的部長會議什麼 大家配合著工業 當然教育部長不是關其門來做決策的 他也是和什麼 工業部長 有些國家叫工業部長嘛 有些國家就叫科技部長嘛 對不對啊 進行什麼 橫向的什麼 溝通學校 因為老師不是提到過 歐盟很有錢嘛 但是什麼 你也不能亂花呀 但同學注意看 歐盟為了推動這個政策 老師學生都走上街頭啦 因為老師的 很多老師的飯碗也被砸光啦 對不對 所以老師當然也走上街頭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政策到最後 歐盟在強大的壓力之下什麼 給各個學校十年的緩衝期 因為全世界他衝第一啊 所以很多人腦筋反應不過來啊 所以他也被迫給十年的緩衝期 那好 你願 他也不敢強迫嘛 因為這個變化真的太大了 所以他什麼 他用鼓勵的方式 你舉例來講 你中山大學 配合我這個政策 我可能歐盟就給你簽訂相關的協定 你們中山大學的學生 來到我歐盟這個地方呢 我就多點點一點獎學金 看到沒有 那你如果不配合我 不跟我什麼的 那對不起啦 我不收你中山大學學生 看到沒有 所以歐盟會員國內部的大學 朋友注意看到沒有 你在這個十年過渡期間呢 你要轉型啊 什麼各方面 你申請各種補助 他都補貼你 看到沒有 就等於說我給你十年過渡期 但是中間我不是讓你自己去單打股鬥 我給你各項補助 協助你轉型 那外國的呢 外國不管哪一國 你願意配合我這個 把你們國家的什麼 也改成323跟我對接的話呢 就是我老是敢講的 那你們國家的學生 來我們歐盟這邊留學 我也給你很好的獎學金 看到沒有 然後你也憂心 看到沒有 所以同學注意看 他就這樣平安的度過了這十年 現在歐盟全部都是這樣子啦 對不對 那甚至什麼 同學應該也有注意到 現在也重視什麼 也是歐盟搞出來的啊 怕同學沒有工作機會 同學不要以為只有我們這邊喔 就是因為科技的突破 讓很多科系畢業出來的學生 根本找不到工作啊 所以怎麼辦 除了你畢業以後 馬上給你所謂的轉業輔導 之外呢 現在就拉到 你在學校念書的時候呢 就要求類似我們台灣人 你要有第二學們 是不是你們也可以雙修 是不是 對不對 那雙修 我們這樣在台灣 你再怎麼樣跑到別的地方去 大概也什麼 陸續續還是在台灣內部嘛 那歐盟就是什麼 那歐盟的大學生什麼 你舉例來講 你是巴黎大學的 那他鼓勵你啊 那他鼓勵你啊 你在這念這個三 三 用我們說三二三嘛 先講大學部好了 三年的時候呢 你念這個大學部的時候呢 他鼓勵你 你這三年的學分呢 不能不要只在巴黎大學讀 舉例來講 他也鼓勵你 你跑到法國以外的大學 修學分 因為你們注意看 歐盟剛才講這十年啊 給各大學十年的時間來 來調整的過程中呢 他也讓大家 調整的一件事就是 學分要互相承認 因為你們注意看 歐洲有很多老牌的大學呢 他的水準是非常高的 那新成立沒多久的大學呢 你不能說他實力不夠 而是說他影響力 真的沒有那些老牌的大學影響力大 所以那些老牌的大學 想說那我的學分 跟他學分比成一樣 他當然不願意嘛 當然抗爭啊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十年裡面的這種 這種什麼 過度也包括這件事喔 學分大家要互相承認 接下來同學們 念書就要到會員國 不同的國家去念書 這種獎學金就給的比較多 你可以不去啊 你不去你就沒有這種獎學金了 看到沒有 那他好處是在哪裡呢 這就是以前老師應該有提到過 舉例來講 你畢業了以後 你在巴黎 你自己國家你找不到工作 那如果 你沒有經由到別的國家去念書的話呢 你可能就一直在巴黎什麼 實驗 那但是你如果求學過程中呢 舉來講 你可能跑去什麼 保加利亞 念過書 那這個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呢 你巴黎找不到工作 你可能什麼 你很自然的想說 欸我對保加利亞熟啊 那我去那邊試試看啊 對不對 你就多了一個選擇啊 對不對 所以同學注意到歐盟當時教育部所 教育部長們所組成的這個理事會 當時所做的這個決策啊 那這邊的決策呢 同學注意看啊 除了 這邊提到的 軍事還有財政之外 大家做決策的時候 還是要什麼 所有的會員國都同意了以後 才能做決定 所以同學看到沒有 財政也就是預算的編列喔 還是要大家都同意啊 要不然喔 你德國比較厲害 你拿走的稅金比較多 那我什麼啊 那我波蘭拿走的比較少 我不甘心 同學注意看 英國就是因為覺得 他拿的補貼是比較少的 所以不甘心要退出歐盟嘛 對不對 那但是實質上呢 英國拿回去的沒有很少 覺得比他交出來的多很多 董老師的意思吧 好 那其他的呢 除了軍事之外 除了軍事還有財政之外 其他的呢 教育部長 文化部長 討論這些事情呢 就是可以是嗎 條件多數 而且從 條件多數 舉來講就是過半啦 就過了嗎 對不對 但是從2014年改成什麼 雙重多數 那以前管他的過半就過半啊 過了嘛 對不對 那但是後來呢 小國也擔心 是大國也擔心 覺得這個過半 表面上符合民主的基本原則啊 民主意識的基本原則啊 過半你當然就是多數嘛 就應該支持啦 對不對 那但是在細看了之後呢 發覺什麼 有的議案 小國可以操縱 因為他可以變成關鍵性的少數 對不對 你們幾個大的 你們就差一票 對不對 那我剛好我也只有一票 所以我可以到過頭來勒索你們大國 看到沒有 哦 並不必然是小國吃虧哦 小國有時候變成關鍵性的少數 掌控打局啊 那這也不符合民意吧 對不對 因為大多數的老百姓 並不是要這樣子 就被你這個逼票的什麼 給拉到另一個方向去嗎 對不對 哦 所以同學千萬不要以為在議會 民主體制之下 小國或者是小黨 必然吃虧 不一定的 他有的時候是什麼 擁有不成比例的什麼 龐大的影響力 就是什麼 它是關鍵性的少數嘛 對不對 好 那小國當然想說 大家理所大人的直覺想說 那一切都被你們大國掌控啊 你德國法國什麼 一表決 你們說了算 那他也不服氣 所以歐盟想出來 這所謂的雙重多數決呢 也就是說表決的時候呢 過半 那當然啊 你說十個人裡面 那六個人就是過半啊 對不對 那但是這六個 朋友注意看啊 要來自於什麼 除了六個國家之外 還要什麼 你背後代表的公民的人數呢 也要過半 聽懂了吧 舉例代價 十個國家裡面六個國家同意 是不是就過了 那你有可能六個國家什麼 比利時 盧森 保 都是這些超小的國家 加起來 也過半啊 對不對 但是呢 你這些國家的國民人口數加起來 沒過半 對不對 其實大家注意看 這就是處理類似這一次美國總統選舉的時候 美國民主黨不服氣的一點 什麼 支持希拉蕊的什麼 直接選民的人數什麼 比支持川普的多兩百多萬啊 但是為什麼到最後是川普贏 就是你這個選舉制度嘛 對不對 如果成就直接民意來講的話 應該是希拉蕊上啊 就到最後是川普上 看到沒有 所以選舉制度會影響很大的 那所以歐盟什麼 一樣的道理 就等於說 他跟美國倒過來處理了 也就是說你什麼 你這個會員國人 會員國 大家一舉手 十個國家裡面 只要有六國 那就過了嘛 這以前都是這樣做的啊 那後來大家發覺 這是不對的 這不足 不是說不對 是不足 因為特別我們以前不是提到過 歐洲很多國家都是小 小國啊 對不對 那你這幾個小國加起來 你的人口數沒有整個 過整個歐盟的人口數一半啊 那這樣是不是也不民主啊 對不對 大部分人想要的東西沒得到 是你們這些少數人就得到啦 對不對 所以歐盟在2014年什麼 就進行調整 這所謂的雙重多數決 要破 一定要會員十個裡面當然六個 這就沒話說了 那但是這六個後面所代表的國民數 如果沒有超過歐盟的過半的話 那也不算過 董老師的意思吧 一定要兩邊都過才能過 所以同學注意到這個歐盟在議事上 為了反應比較精準 老師也不敢說百分之百啦 只能說遇到問題 他們想出來的什麼 解決辦法 那大家也覺得這個比以前 能夠反應更多的民意 老是也不敢說能夠反應百分之百精準的民意 只敢說比以前好一點啊 對不對 這樣子看起來真的是比以前 哎好像直接的 他也他也注意到了嘛 所以同學注意看 美國這次選舉 其實不僅這一次 已經好幾次落選的人 他的直接論什麼 老百姓支持的什麼 程度是比當選的要高的 所以這就是選舉制度的問題嘛 所以同學注意到這個情況喔 好 有什麼不清楚呢 好 那這個執行委員會呢 就是類似我們台灣的行政院 好 他是全面的什麼 執行各個什麼 歐盟的相關政策 由他來執行 好 那今天呢 可以要注意看 這個執行的呢 就是什麼 可以注意看 盧森堡的前首相 所以我們說 國際社會裡面 我們常常講小國 大家都把他想成又窮又糟糕 但是老師一直提醒大家 歐盟這邊的小國呢 很多都是很有錢 很有影響力的 那盧森堡呢 就是其中之一 他們的國民所得 大概超過八萬多美金 我們台灣兩萬多吧 對不對 你們注意看 獨森堡什麼 八萬多美金 那他最強的是什麼 金融服務業 看到沒有 所以你們注意看 當時解決歐債危機的時候 也是由他出面在處理 這所謂的歐元集團 也是由他來處理 因為他們國家的強項就是什麼 金融服務 所以該怎麼樣去哪裡調度資金 怎麼樣去把錢 從全世界各地 最快的 老師還特別強調喔 最快的速度什麼 挪過來 讓你用 他們都是什麼 一流的強國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他是小國 就什麼都平 不對 那甚至什麼 你們注意看 也因為他這個什麼 當執行委員會的這個主席 所以我們說歐盟下一個階段 工業什麼 創新計劃 或者是各方面的創新計劃的名詞 就叫什麼 融克計劃 老師剛剛不斷講的 工業4.5 那是德國的 融克計劃是歐盟的 所以你們看到沒有 好就等於說大家不斷的要創新嘛 我們現在大家手中都使用的網路 已經算是上一個階段的創新的東西了 對不對 那下一個階段要是什麼呢 那大家都在拚啊 好那歐盟呢 就是同學記住就是融克計劃 就是用他的名字 因為我們台灣把它當作融克嘛 好 那這個裡面呢 朋友注意看 類似我們台灣的行政院的 那他呢 他是什麼 當然就是會員國 28個會員國裡面 什麼 選出來的 那以前呢 那接 行政院下面也要有各個部會嗎 不是嗎 那他們就叫什麼 委員 那他是主席 那下面有委員 那委員呢 同學注意看 以前大概基本上什麼 包括他 都是元首會議室 各個國家所最有影響力的這個人 老師為什麼講最有影響力的人呢 或者說最有實權的人 因為我們知道歐洲有很多國家還是皇室是存在的 但是皇室呢 大概所有的皇室基本上已經沒有實權了 對不對 但是在國際法上 皇室舉例來講 不管是女王也好 國王也好 在國際法上才是他們國家的元首 看到沒有 那但是實質上 他們內部很多國家的實權人物 叫總理 或者是首相 對不對 所以剛才講的元首會議呢 女王不會來的 或國王不會來的 都是首相來 或者是總理來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注意到這個情況 那他呢 就是歐盟裡面的什麼 行政院長 那他下面的委員呢 包括他以前 都是元首會議 看 我們直接派了 那但是呢 回到注意看 隨著歐盟議會的出現了以後 從沒有什麼實權到老百姓希望歐洲議會的權力等同一個國家的什麼 議會比較有影響力 除了什麼 這個影響力要顯現在 預算的審核 也就是說政府明年能花多少錢 議會說了算 之外 歐洲議會要的是什麼 執行委員會的人事任命權 也就是說這個什麼 主席這個榮克呢 他經由元首會議提名 他經由元首會議提名 但是呢 你要到什麼 歐洲議會去拜票 要什麼 大家同意你來當 除了他之外 他下面所有的委員 都要經由歐洲議會的同意 這是最近的這個從他這一屆開始具體的什麼方式 同學注意看 那他們到底負責什麼事情呢 也就是說元首會議 然後剛才的部長會議所做出來種種的決策呢 交給他們來執行 那執行不是隨便亂執行啊 也要依法行政啊 不是嗎 所以你怎麼樣 你要先擬定什麼 相關的法規 看到沒有 執行委員會 第三上面下來要執行委員會 你歐洲法院 法律不是法院 相關的法條你要先擬定出來 然後歐洲議會通過了以後 大家就要開始執行啊 那另外呢 你們看了沒有 最下面也就是什麼 執委會對於什麼 歐盟相關政策 所有政策的需要花的錢 的支出各方面什麼 是由他來處理的 那當然你花的對與不對呢 到最後什麼 除了議會監督之外 就是老實敢講的 歐洲法院現在也跑出來可以什麼 來處理囉 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注意到這個情況 好 先休息一下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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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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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